有小伙伴发私信来询问一个问题 他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将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这个国家翻译为是美国 而东边的日本呢却将其称之为米国 明显米国这个称呼比美国更中性 是不是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容小弟详细聊一聊 咱们对USA这个国名翻译的历史演变 首先我们官方文书里头呢 对美帝的最早记录就很有意思啊 我得提一提 在1795年啊 英国商人向梁广总督布团 禀报了一些商贸上的事宜 其中英国人就提到一件事 他说英吉利国的买卖人另有其后 阿玛里港也会我们的话 也是我们这样的衣服 不要和他们混到一块 这里的阿玛里港就是America 在我国文书里头最早出现的记录 明显是英国商人翻译的 英国人在这里呢 意图与美国人划清界限 当时美帝已经从英国殖民地独立成为一个崭新的国家 但是他们的商船跑到广州来贸易 还是自称自己是英吉利人 这样能省去很多麻烦嘛 所以英国人就不乐意让美国人呈自己的东风 就向广州方面打小报告 提醒总督大人 他们俩不是一伙的 希望能搞清楚了 美帝刚独立不久啊 就派出商船来华贸易了 第一艘前往广州的商船 叫做中国皇后号 在中国皇后号来华三百年之际呢 我们央行还专门发行了一枚五元纪念币 那么他们乘风破浪 万里奔波前来中国 有什么拿着出手的好东西来与我们交易呢 那就是在当时很受国人欢迎的人生 我们对于美帝的第一印象呢 就是人生贩子 然后美帝的商船挂着的国旗上面有好多星星啊 远远看去呢像花团锦簇一样 所以普通民众就将这个花旗船上下来的人生 称之为花旗身 今天依然耳熟能详是不是 因为一开始就是这么叫的啊 一直延续了下来 那么自然而然这个遥远的国度 也被民众呢普遍称之为花旗国 一开始他们的国旗上面只有13颗星星啊 而且是围成一圈像花圈一样 他们要是来晚一点呢 可能我们就叫他马旗国了 今天越南方面依然将Unity State称之为花旗 看越南语的维基百科 上面就是汉字花和汉字旗的拼写是不是 全称也是花旗合纵国 这明显是跟我们学过去的 今天花旗的名号还有一个地方保留了下来 那就是著名的花旗银行 其实一开始该银行在广东的翻译是叫做万国宝通银行 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 但是人们看到银行门前总是挂着他们的国旗 民间百姓于是就称呼它为花旗银行 最后他们公司在上海开分行的时候呢 干脆遵循民间习惯 自称是花旗银行了 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其实他们银行的名头从来就跟花旗没什么关系 这是比较少见的在中国有个专属名称的跨国企业 花旗只是我们民间给他们的混号 他们自己当然自称是American 所以随后大家都逐渐弄清楚了所谓的花旗其实本名相当于广东土化的米粒尖 在粤语里头米读作米 比如麦克·杰克逊被译作米高鸡逊 包括这个粒和这个尖都是粤语音译扬名很常用的字眼嘛 像兰博基尼在粤港澳呢就是林宝尖尼是不是 当时也有音译为是Maligan的 不过米粒尖这个译名传播最广 官名接受度最高 所以徐继瑜编撰《银环之略》的时候 将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记录为米粒尖合纵国 在米粒尖首都华盛顿有个地标建筑 叫做华盛顿纪念碑 大清巡抚徐继瑜是这个碑里头 唯一一位留下名号的中国人 在碑墙上面有一个以中文汉字眷刻的石板 上面写着一段徐大人称赞米粒尖大总统华盛顿的园鱼 大家如果去到当地参观 记得去找一找看一看读一读 除了在米粒尖留下痕迹之外 徐继瑜和他的《银环之略》还在日本影响很大 成为当时日本各界翻译西洋地名和人民的重要参考书目 所以米粒尖米国最终成为日本延续至今的汉字译名 其实日本方面在《银环之略》之前 更多是将这个西洋老冤家称之为亚茉利家国 包括日本与米粒尖在1854年签订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 上面的USA国名写的都是亚茉利家 虽然现在这份条约一般是叫做日米核心条约 这个亚茉利家的名号也是来自中国 它出自明朝的昆云外国全图 图上将美洲称之为亚茉利家 那时候美帝还不存在 一开始只是个大洲之名 昆土的影响在日本也是非常深远的 之前说过 基本是在明治前后受银环之略的熏陶 日本国从民间到官方均开始将米利家作为正式医名 那么问题来了 按照正常演化的话 我们今天应该也是教米利坚米国米帝才对 是不是 之后怎么又变成了beautiful country美国呢 这就要提到一位人物叫毕志文 他是从米利坚前来中国传教的第一位传教士 毕志文在道光18年也就是1838年的时候 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利哥和省国之略 这是以中文撰写的介绍米国情况的第一部专注 这本书图文并茂向当时的中国民众介绍了米国方方面面的内容 这也是首位将美这个字眼安排在USA译名上的人物 一开始是他们自己搞的 然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大清与英吉利签订了南京条约 米利坚国也趁机向清政府所要与英国同等的最会国待遇 毕志文这个传教士作为中国通 全程参与了双方的谈判 负责翻译工作 最后大清的钦差大臣梁国总督齐英 屈服于压力接受了米利坚的要求 我们来看齐英上报给咸丰皇帝的奏折 将赵禄米利坚译出汉字国书功成 可见齐英还是将他们称之为米利坚 但是他们自己的国书上写的却是亚美礼价合众国 这是毕志文他们认真思量之后决定的正式一名 我们来看这行字 亚美礼价合众国伯利席天德 玉含泰禄公含专达于大清 这个伯利席天德就是president 后来翻译为是总统 当时的president是约翰泰勒 国书上写的是玉汉泰禄 总之亚美礼价合众国这个译名就是中国政府首次正式承认的第一版官方名称 因为它出现在了1844年的中美旺下条约之上 随后不久 毕志文可能觉得亚美礼价这个译名还是不够好 亚美亚美在中文里面就是不够美的意思嘛 于是在1861年 他把他之前写的书名给换了 换成了大美联邦制掠 估计是亚美不好大美才好的意思 然后在1868年的时候 中美再次签订普安城条约 在这个条约里头 他们就把自己国家的义名正式更改为是大美国与大清国公整对账 这是美国这个称呼在中国官方层面正式落实 随后美国译词就成为中美双方交往当中最常用的称呼 即使是在大清政府的公文系统里头 官员们也很自然而然的将其称之为美国 而不再使用米利坚这个原生音译 在民间发行的报纸和公开出版的书籍 也纷纷采用美国这个新译名 从此之后 这件事情就基本木已成舟 铁板钉钉了 总之 在中文里头呢 美国国民直译是beautiful看去 这件事今天在美国网络上成为一个很出乎他们意料的冷知识 但追根数学来说 其实一开始就是他们自己翻译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 都 独平 你 做美国 mo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